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這段影片跟大家介紹排序相關的部分 其實有點不好意思啦 其實我本來只是想要介紹那個media這個部分 就是說其實這個部分是探討說給你N個數字 然後請你在worth the case linear time的時間裡面找出dk小的 我本來其實只想錄這一段 那後來就覺得這一段如果做完之後 好像可以把快速排序法的worth the case時間複雜度 弄到n log n 可是我沒有講過worth the 可是我沒有講過快速排序法 所以後來就覺得好像應該先講快速排序法 可是想到說應該先講快速排序法的時候就覺得 那是不是應該排序演算法應該先介紹一下 所以就越想越多 所以不好意思啦 所以後來就覺得那就乾脆先做一個排序的總論 之後再來介紹其他的 那我們常說其實排序是很重要的功能或者很重要的程式 那我有時候上課常跟同學說 其實排序是可以賺大錢的 為什麼排序可以賺大錢 因為google做的就是排序的工作 google不是只有搜尋 他把當你打入關鍵字的時候 他把他所認為跟你的關鍵字最相關的部分排在最前面 所以其實他不單單做搜尋 他是有做排序的 那google一年好像的營業額應該有超過1000億了 我最近我記得我前一陣子有稍微再看一下他一記的那個營業額 應該有超過250億了 好不好意思然後這個題外話 好那所以所謂的排序 我們說所謂的排序實際上他應用很廣 那本質上應用很廣的原因是說 其實我要把資料做整理 把它整理的比較容易理解的過程當中幾乎都跟排序有關 那所謂的排序就是把一堆資料把它從小排到大 當然理論上你要從大排到小也可以 但是如果不特別說明的話 所謂的排序就是把資料從小排到大 那所謂的資料可以包含很多種 但是一般說來比較簡單的都把它當做數字從小排到大 好那今天的資料其實我都是從Colman的那個演算法的課本拿來 所以你會看到我這邊的標題還寫第六章 那Colman有介紹的排序演算法 他第二個部分有介紹排序演算法 包含hip sort quick sort 就是我們常說的快速排序法 以及linear time的sorting 那linear time的sorting算是比較特別的排序 他大約只能針對整數來做排序 以及我原先想講的那個order statistics 就是給你一堆資料 然後請你幫我找出dk小的 那通常用media就可以表示 就是說請你幫我找出中間數 其實就可以當作一個很典型的代表 那其他的部分以以Colman的第二部分 大概其他的部分就是那個low bound的部分 對comparison sorting的演算法來說 他的low bound是n log n 那個部分他大概有做分析啦 好那這裡解釋到為什麼要做排序 我們就常說那個 其實排序對資訊 把資訊做排序是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那所謂的排序是 通常排序的演算法是一個很重要的那個subroutine 就是很重要的功能 或者很重要的函數 那排序演算法的範圍非常廣 有各式各樣的演算法 當然那個課本上會提到的排序演算法 都是很基本的 你單單用課本所教的排序演算法 你說要去開公司要賺多少錢 那是不可能的 人家那個真正用排序的技術 要來賺大錢的公司 大約有自己很強的 有很強的又發展的技術 好排序的問題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low bound 而且是non trivial的low bound 不是很簡單得到的low bound 那這個low bound 基本上是對comparison sort 就是他的資料大小只能互相比較 才能夠比出來 沒有辦法用其他的方式 知道他的大小關係 好那排序的應用就非常非常廣 有非常多的地方會用到排序 我剛剛說就是我們把資料整理整齊 其實幾乎都跟排序有關 好那這邊提到的排序演算法 有所謂的insertion sort 其實他insertion sort 在colman演算法課本的第一部分 就已經提過了 然後merge sort也是在第一部分就提過 那我就在想說 實際上或許我之後都會介紹啦 我常說insertion sort 這三個很基本的很簡單的排序演算法 當中我最喜歡的 三個基本的排序演算法 就是bubble sort insertion sort 跟selection sort 那這三個當中 老實說我最喜歡insertion sort 因為他有很好的 他本質上有很好的besser case的排序的時間複雜度 然後又是stable的排序 所以其實在某一些特別的應用上 insertion sort是很很適合 然後好這邊特別提到insertion sort 他是impress 那所謂的impress的排序就是說 好這個排序的演算法只用到 你要排序那些資料的陣列沒有額外 就是除了那個陣列之外 額外所用到的空間只有常數量 只有常數量 這樣子的排序演算法 我們稱他 我們說他是impress的排序 那所以以後如果有一個排序演算法是impress的排序 表示他所需要花的記憶體空間是比較小的 那merge result他的worth the case時間複雜度是n log n 但是他就不是impress的排序 他也是stable的排序 那所以他的第二部分後面會講到heap sort 那heap sort是impress的排序 而且worth the case是n log n 所以說起來好像這兩個的優點他都有 但是實際上heap sort不是stable 前面兩個都是stable 那你說stable的排序有什麼好處 還是有啦 還是有他的好處 好再來快速排序法quick sort 那quick sort實際上他的worth the case時間複雜度是n平方 average的時間複雜度是n log n 看起來好像沒有比heap sort跟merge sort好 但是quick sort是在食物上速度最快的排序演算法 雖然他worth the case時間複雜度是n平方 但是因為一般說來他的速度是比較快 因為平均來說他n log n 那你說那這樣子時間複雜度的分析有什麼用 不過時間複雜度的分析本來就有一個容許範圍 有一個常數倍的差別 那quick sort他的時間複雜度前面的常數倍算是最小 算是最小 好那後面會提到那個就是用decision tree的方式來分析 所以comparison sort他的時間複雜度 他的最差就是至少要花多少時間 worth the case的時間複雜度至少要花多少時間 而且至少是n log n的時間 所以理論上前面的heap sort跟merge sort 都已經達到在時間複雜度的分析上 都已經達到最佳解 好之後大約有兩個linear time的sorting 就是可能他所花的時間 只要他的資料範圍不是很大的話 那他所花的時間是big o n 那這個看起來跟他好像有一點矛盾 但是實際上counting sort不是comparison sort 就是說他的資料大小是可以根據他的值 就來得到想辦法得到他的排序的位置 所以他其實沒有受這個comparison sort的low bound的限制 所以他的時間複雜度是資料比數加上資料範圍 所以他的資料範圍如果小一點而且 但是他另外一個條件就是說他所能夠排序的資料一定是整數 好radic sort radic sort 我有點 radic sort 大概是把那個 他把他的每位數用content sort的方式來做啦 所以前面再乘以位數 前面再乘以位數 好後面就是選出dk小的資料 n比資料當中請你告訴我dk小的資料在哪裡 那他可以做到what is the case的時間複雜度在big old n裡面 那我記得我當學生的時代 有些東西聽不太懂 那當其中一個就是這個選出dk小 快速排序法我當初好像也沒有真的學會啦 那後來大約是過了很多年之後 回去再看的時候才發現啊原來我當初沒有學會 不好意思有時候自己當學生有點打混摸魚 好那這個大約是有可能講到的排序演算法 其實都很基本啦 不好意思我覺得我自己好像也沒有真的很用功 因為其實這些排序演算法都是我課程當中 曾經講過的我才去把它弄懂 那好像沒有真的把所有的排序演算法都拿來用 那有一些排序演算法 那個有一些課本去把它implement出來 但是有時候就會覺得它的implement方式 不太符合排序演算法的內容 就像舉個例子我記得施威明有一本書 是西家家的書 那他西家家就是西家家程式設計啦 那很多程式設計的第一個排序的範例 通常都是bubble salt 可是施威明那本書的bubble salt的implement方式 其實不太符合bubble salt的做法 因為一般出來bubble salt它是stable 但是施威明它的implement方式變成不stable 我覺得少了這個特性的bubble salt的實作方式 我就無法認同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好另外就是在youtube上面有一些教材 那特別印象比較深刻的是youtube裡面有一個教材是 是什麼是舞蹈 是舞蹈 那他做了很多排序演算法 用舞蹈的方式來看排序演算法 好舉個例子我找insertion salt 如果是dance好了不好意思我再加個dance找一下 就是像這個舞蹈 其實它有很多它有implement很多排序演算法 但是偶爾也會發現它的implement方式跟 跟跟課本講的其實不完全一樣 不完全一樣 那所以有時候還是得比較啦 你還是得驗證 那不完全一樣 不一定就是錯 但是如果它把它一些特性失去 我就比較不能接受 我記得它的舞蹈當中的selection salt selection salt的做法 好像跟我自己理解的那個selection salt不太一樣 那selection salt我在Holoways跟Coleman的書上都有看過 那我覺得它的implement方式跟這兩本書裡面講的好像不太一樣 但是差別不大 反正selection salt本身也不是stable 所以它的implement方式沒有讓它 沒有讓原先的selection salt的特性不見了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care 沒有那麼在乎啦 那如果你是初學者 其實有一些舞蹈 也許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會比較了解 但是還是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還是得提醒你 其實這些演算法都是用電腦程式做出來 所以你先了解 但是不是你了解就好 你要想清楚 這些演算法你怎麼用程式寫出來 那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